上回我们讲到 汉笑龙展开百战刀法 以管忠邪的本事 初初遇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刀法 也被他杀了只要招架之力 鸿环手之功 猛禁后退 直到这阵时 人们这样才醒悟过来 一起为汉笑龙狂夫大脚的喝彩 而许商韩建这些 早就将汉笑龙当成假想敌的人 看见他这样的威势 也不够面色大变 最惨就是那个袍谷 刚刚开始 见到管忠邪逼退汉笑龙的时候 他还想起来 自己是实收硬钱 那些赌局 全部都一定是自己大赢特赢的 便至现在 汉笑龙比传说之中 还要利害这么多倍 每一次 白剑刀踢中管忠邪那把长击人的时候 砰的一声巨响 长击人都要崩开一个小缺口 而他的主人 就被这些凌厉的刀法 踢到全身猛震 就好像被京途海浪拍击一样 震到东到西歪 其实管忠邪都算好本事 在敌人 在敌人京途海浪一样的攻势的时候 他依然可以保持冷静 挡到第七刀的时候 已经弱量摸到汉笑龙的刀路 不过 汉笑龙每一刀劈个泥 虽然在刀法上有破绽 但由于这些刀法太过凶猛凌厉 加上有没有一定的成反 所以他根本无从反击 而防守就更加吃力了 因为刀是利于匹 剑是利于刺的 剑法中的挡革招数 遇到这些以斩匹为主的刀 更加由于 这件是刚刚发明的兵器 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 操守不及之下 即使是管中邪这些特级的剑术高手 也都要大大吃亏 白战刀就好像变成急雷闪电一样 滔滔不絕地化成一道道光芒 画个两人之间的空间 每一刀都由最意想不到的角度 劈向管中邪 杭笑龙就好像化身成一个 威武不凡的战神一样 一刀都向着对方的折弓过去 着着都是一路抢弓 绝对不用留守 更加不用防范对手的环击 就算是管中邪偶尔 拿到这些环手的机会 杭笑龙的白战刀章就马上会施展出最善于防守的墨子劲法 将破绽展弥补到天衣无缝 在旁观的人 只觉得杭笑龙的刀法就好像灵阳挂国 虚流无忠 完全把握不到他刀势的功取和下一招 身在局中的管中邪就更加负不堪言 这阵子又听到长中 刀一声巨响 管中邪虽然施展进云身解掃 再挡了他一刀 但是就挡不住 杭笑龙利用船身飞踢 空手道之中 船身飞踢利用船身之力 集中攻击一点的力度 结果呢 被杭笑龙连人带劲地 撒到刀铁两步 当同步伐散乱 杭笑龙知道机会来了 大开一声 如影随形 追前三步 白战刀像日本刀般高举过头 踏出第三步的时候 白战刀已经高举过头顶了 咦 随着这一声大汗 白战刀的头顶了 直撇而下 向着管中邪的额头 直撇过去 管中邪临危不乱 这个时候已经腿不下了 除了运剑硬招架之外 再没有其他办法 只听得 叹 又是一声巨响 这一次 那把长击人 终于被杭笑龙当中撇断 就在白战刀刚刚破额而入之前 管中邪表现出他惊人的身手 向后一闪 杭笑龙在他心里叹了一口气 收刀而立 不再进击 管中邪闪过一步 然后再凉凉枪枪又退了两步 握住只剩下半截的长击人 额头那里出现一道淡淡的血痕 算得好彩 这一刀 只是刀气伤了额头 并没有砍到他 管中邪闪得都算快 杀时之间 喝彩打起的声音 突然停下 两个人目光交击 天地就好像杀时间 静下来一样 过了一阵 管中邪的面上 露出一支苦劫的笑意 将手里的断剑一抛 向杭笑龙行一礼说 杭大人的白箭刀 的确理开 中邪禁拜下风 他不说杭笑龙武艺高强 只是赞他白箭补刀 表明 自己只是拜在对方的兵器手上 不是完全深奉 不过事实 也确是这样 欢声雷动之中 小盘他们大叫可惜 如果不是管中邪的长得人 截成两段 你一致 管中邪就实死无生 呂不惟 面色铁青 一言不发 呂良荣 看到管中邪几乎被一刀砍到的时候 也都吓到面上再没有半点血色 望着他们墙上两个人 自己都不知道怎算好了 小盘望望朱姬之后就说 这一战真是精彩绝伦 杭太傅你自创的补刀和刀法 使人叹为观止 杭笑龙和管中邪正向小盘行礼 众人都一起望着呂不惟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即场宣布 将呂良荣许配给汉笑龙 这一刻就轮到呂不惟 不知道他怎样应付好了 就是这个时候 朱姬突然咳一声 这一战 虽然说是 批良荣招逝 但是大家都不是为他而战 所以这件婚约大可以取消 笑龙你有什么意义 杭笑龙当然不会反对 马上点头 一切听太后作主 就是这一阵时 黄吉突然走出来 来到杭笑龙身前 接个白箭补刀 仔细看了一阵 凌转身对小盘说 笑龙能够藏出这种 令人胆丧的兵器 真是非同小可 如果大批断造 用于马战充斥的战术 那会大大加强我们大群军队 近身马战的威力 功劳之大 比这攻城战地更加影响深远 这就好像已经立了军功一样了 所以老将提 姓小龙为大将军 负责训练三军 同时统书禁卫 刀骑刀卫三军 保卫朝廷 名为刀统大将军 请处军印准 雷卫和鲁海两个 听到这番说话都面色大变 但是就没有其他办法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以黄吉这个军方众臣的身份 又说出一番这么言之诚理的说话 的确使人无从反驳 小盘听到的心肯定高兴了 欺负要抱着黄吉 舍分他两担音制 即时就说 大将军讲的 对寡人的心意 请太后赐封 朱姬就估不到黄吉 忽然会有个这样的提议 这下对于他来说 也都是措手不及 他望望路海 看路海的颜色 面色一沉咬咬牙就说 姓小龙做大将军 那的确实至名归 至于刀统大将军这个职位 牵涉到现在城池兵制的改变事关重大 这一条就从长计议 小盘听到的心不够暗叫可惜 唉 这下呢 黄吉刚才提议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将咸阳的兵权 全部都放在汉少龙的手里面 但是朱姬这样一说 就避重就轻 只是被汉少龙升为大将军 那咸阳兵权依然未辩 小盘呢 虽然他心头很生气 但又无可奈何 就只好宣布 升汉少龙做大将军 这一场仇宴 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没东西看了 个个都不敢意兴三难 输到选手烂却的蒲谷呢 对着美酒佳鸣 更加无心情食 汉少龙见到蒲谷 面色白的一张纸 忍着问自己外府 究竟在自己身上 隔了多少倒转 呼应原来轻描淡写 小声说 没几多 三千两瓣 汉少龙听到 哎呀 不过目睹口呆 一般人是说 只是十两黄金 已经可以让你整家人 悠哉悠哉的生活过世 三千两黄金 就算对于一个大商家来说 也都算是天文数智朗 再加上蒲谷的二一赔三 就是九千两黄金 怪不得连这个大富豪 都觉得输不起了 你这时候是宴会结束 雷不慧亲将小盘和朱姬送到大门口 其他人也轻松起身 纷纷过来向汉少龙祝贺 管忠祺和吕良荣 就一早撩走了 通过这一晚 汉少龙移根 就升了大将军 在军方的位置 排在蒙谷后边 找坐秦国军方的第五把交椅 小盘这边当然实力大增 同时 汉少龙还提议自己外府 将赢了蒲谷的九千两黄金 全部拿出来 给小盘 拿给环琦 做他的束缘尸的装备军响 因为环琦这支束缘尸 其实已经冒习了过万的人马 但是由于吕不韦掌握着财政大权 一直拖着不发的军响 或者其他的物资 虽然 环琦根本上连装备规格都买不齐 就更加没办法组织训练 现在有了污议员这支意外之财 当然情形就改善了很多 同时 路海和吕不韦的矛盾更加尖锐 因为吕不韦 好不满路海 那么刻派出韩浅 向自己的家长挑战 要抢自己的风头 所以在第二天 路海在醉风楼那里 专门摆宴和陶谷 杜饼 以及其他人 一起和汉少龙祝贺的时候 突然间带着管中权和许商厂进来 放出声气 说准备将善美美纳为妾试 几道路海 几乎想八件杀了这么快 因为在吕不韦手下的时候 路海已经和最风流的善美美相好 现在做了内市 身份高贵了更多 所以他也经常来找善美美 善美美对着他也说 自己真心向着他 和吕不韦只不过逼于形势 就不得不应付他 使得路海 更加以为善美美对自己死心塌地 但是 因为自己 是靠黏着朱姬 这样才有今天的地位 他也不敢公然将善美美取回家 现在吕不韦居然敢向他面 还要说明要将善美美立为妾试 路海的地位虽然改变了这么多 但是一来 自己是出身于吕不韦的门下 二来 对方的权力 还远在自己之上 他怎么都不能跟吕不韦公然 抹面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他心 就恨到吕不韦是什么感 你一齊 杭笑龙都看在眼里面 他又不敢那么叫得计 想不到 现在吕不韦和路海之间的斗争 终于白热化 哼哼 自己这一排就有戏好看了 不过 另一边 他也开始担心蒲谷和道碧 蒲谷这个大商家佬 也绝对不简单 虽然损失惨重 但是 第二人 他就变得面色如想 和汉笑龙也有讲有笑 尤其 在同他的竹节会之中 他拉到道碧 他两个都是涌立 二王子成桥的人 道碧在东方三笨的势力 更加非同小可 而且还暗中 勾结赵国当时得令的大将旁乱 似乎是要逃谋不轨 帮成桥想着后机会来抢回王位 这帮人 也都是威胁小盘的另一股势力 杜碧和蒲谷的两个人好搭档 当晚 在竹节宴上 他们还专专请来了明文天下的三绝才女 石素芳 来唱歌作庆 那位石素芳的歌星 真是天类之音 杭小盘心想 如果放到二十一世纪 他一定是个超级的明星 所以 虽然他的样子和善美美 是难分百众 但他的歌星一出 当堂将在场的众人 全部征服 使得大家都陶醉了 老海更加是双眼放光 谁知杜碧和蒲谷 就有意无意间 特意说 今晚三绝才女 肯唱这么多歌 又陪大家聊天 是因为 直上有这位汉笑龙 这样 暗暗捧汉笑龙 便扁低老海 石素芳忍不住 又向汉笑龙有了妒忌之心 汉笑龙非常精细 一看就知道世息不对 他马上就借口 说自己比武之后非常疲 而且说胜利之后 自己的妻妾 也都很想和自己慶祝一番 都是不阻大家了 这样再三告辞而去 汉笑龙心想 现在形势变化就非常微妙 几方面的势力的重新平衡 现在呂不韦还是气焰高涨 但是过得几人 只要小盘在主持春制的时候 黑龙献水 让大家都以为小盘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 那时候 小盘的地位就更加稳固 自己也应该有份安乐日子 回到家 汉笑龙又经过一番布置 杀散了田丹派来那帮暗杀他的杂技团成员 其中那个杂技团最出色的 那个杂技团之中 最出色的是油骨美女 叫做南宫门的 暗杀汉笑龙几乎得手 好彩汉笑龙穿了 由琴青逢制 清宿打造的那件 近身的海铅 这样才避过这一劫 虽然是挫败了这起的阴谋 但这帮人的身手的确非常厉害 迅速逃走了 汉笑龙经的这一战 他更加清醒 所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自己千奇不能够 因为赢了本忠才有半点松懈 所以到了第二天 他就一早起身练刀 独促自己 一定要勤现本领 才能够在这个乱世面立足 谁知道他练了一阵刀之后 路海的弟弟路士 居然过来找他 一见到汉笑龙就说 小弟今天奉兄长之命而来 专程约大将军 去来史府出席万宴 汉笑龙听到他心很不舒服 今晚又要面对路海 他和他毁语虚蛇 自己真是不声其烦 刚刚想着 如何推迟好呢 怎么知道路士 突然靠近他身边 细细声说 我们今晚庆长 约了三柱财女 石素方来饮酒 当然不少得大将军这一份 汉笑龙听到 当同我脑轰声 你乱成一团 你说他不心动 那当然是骗人 这个石素方 和油骨美人谭公腕 以及听说 还有个号称 歌舞相绝的美人奉飞 并称为当世的三大名姬 好像这样的绝色美人 就算他站在自己的敌对立场 如果有机会接触 很少男人是可以拒绝的 路海有这个机会 当然又不会这么大方 制造了他汉笑龙 能够和石素方亲近的时机 其中恐怕有例如 石素方指定 一定要他在这里才肯出席 这样的条件 所以路海才要派人 那么够地请自己去 一想到这里 他心里不禁 感到好自豪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 昨晚自己才在醉风流 胡云一晚 今晚又去见石素方 自己的妻子会怎么看呢 他坦了一口气说 令兄的好意 我无福消授 今晚我上家 陪下自己的妻子 请你转告内侍大人 我汉笑龙觉得他很够朋友 就是了 路士一听 当堂面试一变 显得非常失望 显然 汉笑龙又猜得没错 路士落足了这头 依然得不到汉笑龙答应 就无奈走了 他前脚一走 汉光来稳告 说郭兄来找他 汉笑龙坦了一口气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一见到郭兄 郭兄居然跪下连扣了三个响头 吓到汉笑龙立刻扶起他 他心里有点明白 郭先生不敢对汉谋 郭兄的苦笑说 这次卑职过来 本来有点不怀好意 汉笑龙心知肚明 经过那天那场比武 既姻然 显示出本事之后 宜得报怨 使得郭兄 还成为了自己的都旗副统领 既打压又浓落 郭兄现在 已经想着向自己投诚 不过 这个时候 对这些人 真不能轻易相信 所以他微笑说 副统领是不是奉了丘管主之命 来找个汉笑龙晦气的 郭兄显然 还幽日声咬气 他一声说 他凭什么找大人晦气呢 大人这两天 因为早朝迟会迟了 他表面上 虽然扮得很不满感 其实谁都看得出 他是愚昔重负 今天还趁机和蒲谷 这些家外打链 其实我看 他是怕汉大人 去上门找个晦气 看过汉大人的八战刀法 还有谁有胆量 来血汉大人的腐骚呢 哦 那他找你来见我 是什么事呢 郭兄有点惭愧地说 实不相瞒 我们本来都是暗中 为二王子出力的人 现在整个航馆的洗费 都是蒲谷暗中支持的 如果不是的话 没有了杨全军 那时阶红队 那时阶红门大吉 但是现在表面上 就要依附内市大人 呂不韦几次 想取替我们航馆 都是内市大人顶住的 不过那个吕不韦 是很有计的 他一边将来我们学位的 那些武士大龙 都吸纳过去做他的家长 又向大家散步消息 说朝廷会 选用我们训练出来的人 搞到无人够得来 交钱学武 我们现在真的没了计的 一直到路大人 关照我们之后 韩馆才有点喜悉 韩少龙就知道 这个国卿不明白 自己和路海的关系 所以一说到路海 语气就特别尊敬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自己也不会 说实情给国卿听 点一点头就说 那国卿以后 有什么打算呢 国卿就一声跪下 国卿以前 做了很多对不起 韩爷的事 又用卑鄙的手段 伤个京爷 真是罪该万死 以后我希望能够 将功负罪 为韩爷尽心尽力 死而无悔 韩少龙看到他虽然说得真诚 但是又怎能因为他几句说话 就信了他呢 扶起他之后就说 国卿有说话慢慢说 不用这样了 国卿很激动 自从那天 自从那天几财女手下流程 我已经想了几日 现在咸阳城 谁不知道 扶起他之后 你真是二国云天 博几厚人 扶起 让小人跟着你了 原来我明星这么好的 扶起 你两次机会 可以做到丞相都轻轻放过 又提拨了李斯 环麒 昌文君 对由韩丹跟你来的旧人 更加恩宠有加 还有二舅燕国太子丹 这种种的豪幸意识 真是八声梅举 我们早就心中有数了 不过 以前 哎 被那些私利蒙蔽了双眼 几财女的几枪 真是碰醒了我 只有跟到汉爷 才不用整天跟人勾心斗角 更加不用担心 明天会被哪个人出卖 汉爷 我是真心的 汉少龙认真想一想 那才怎么投 好了 那我如理所愿 但是 如果有一天我发觉 你有口不对心之处 立杀无赦 薄卿听到就知道 汉少龙信自己了 好高兴地连扣了几个响头 汉少龙就马上扶起他说 好了好了 刚才你似乎还有些说话要跟我说的 是什么回事 国庆面识严重 这些事 我都是估出来的 因为 邮管长和杜碧涂谷他们 有很多机密的事情商量都没有我份的 不过 有些事 他们要由我们去做 所以我估到个大概 是什么 说吧 他们 好像订入了个周长的计划 要使二王子 取储君而代之 关键呢 在东三郡这里 蒲谷虽然是秦国人 但是一向 在秦国赵国之间左右逢源的 加上他的家族势力庞大 又分别和赵国的王族 和我们大秦王族通分 所以在赵国和秦国 都有非常深的影响 现在二王子 有了他的支持 在赵国和东三郡那里 已经落地生根 杭小龙一听就访言大悟 看来 这些商家佬就不简单 好像 吕不韦 就将秦二仁 当成自己的奇火 而成桥呢 现在就成了蒲谷的另外一件堵住 当年谁都想不到 小盘可以回来 霸占了成桥的储君之位 所以蒲谷 杜碧 杨泉君这帮人 一直都全力巴结 秀丽夫人和成桥 谁知 是小盘粉碎了他们的美梦 初时那帮人呢 就不是这么看得起 吕不韦这个商家佬而已 到了杨泉君都被吕不韦害死 这才是形势不妙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没办法扭转形势 唯一的出路 就是帮成桥抢回江山 如果小盘的朝廷 稳于泰山 那他们真的没机会 但是现在呢 秦国朝廷就分成了 储君 雷不韦 和路海的三大势力 那蒲谷他们 就有机可习了 哎呀 想不到 自己这么快 又要为小盘抵挡另一个危机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我们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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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从小蜷